不如看看今天做好的版块 看看基建铁路股 看看今天表现 中铁建方面升6%升3.1% 最新报5.48% 中交建升2.4%升超过3% 中国中铁方面升6仙 中国蓝车升2.0% 蓝车时代升6.4%报18.7% 看到整个版块整体来说都做好的 其实基建方面的憧憬上 又或者是否真正有些措施落实了 令到基建铁路股有个憧憬在这里 上年方面大家都知道 国内方面一些铁路方面的项目 都出现很多的问题 包括动车的追尾事故 另外铁道部方面 亦被人揭穿很多贪污等等的事件 都令到铁道部方面的高层 都相计要设职和接受调查 去到今年来说 我相信整个铁路方面的发展 都有机会是放慢回来 但是放慢就还放慢 如果你说看整体的投资额 都有成是4千亿的话 我相信整体本身一些 可能再建的项目 去到今年复工的机会 都还是非常之高的 如果你说铁道部的改革 是能够收到成效的 当整体的检查方面 亦都是做好一点的话 相信新一轮的铁路建设 都应该在未来的几年 都应该会陆陆续续重新上马 所以我对于这个板块 就不会看得太差 特别就是说 如果你看看中铁 或者中铁建这两只股份来说 之前的股价跌到最低位 P.E.都应该是去到4-5倍的水平 除非公司真的去到倒闭 倒闭这些情况 否则我相信这些低估值的水平 就未必长期维持 如果以一个比较合理的估值 上去P.E.是7-8倍的话 相信这个板块 所以未来仍然有上网空间 谢谢Jason 另外看到刚才 除了基建铁路股有个升幅之外 其实看到刚才我们报版的 就是一些大型的机械股 今天都做得不错的 其实看到大市跌的时候 这类型的股份都跟回大市跌 大市一升的时候 这类型的股份跟回大市升 以及会跑赢大市 其实这类型的股份 整体走势上 是不是现在都要看着市场走呢 说得对 因为始终这类的股份 都属于一些跟整个经济周期 或者跟整个资金面的相关度 是非常之高的股份来的 当然如果大家都怕经济是硬着陆 或者说的银金方面 是非常之紧张的话 这些股份一定没有运行 当涉跌的时候 它们也会跌得比较多些 但相反地 近期整个无论是A股 或者港股 都是受惠银金放松的憧憬 而是上回来的 当如果你说整个银金方面 是松动一点的 以及整个经济方面 也有个软着陆的预期的时候 这个板块 我相信也都可以 跟之前说的一些基建股 重型机械股来说 都应该会有个帮助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块 如果大家还看过市场升的时候 都应该是要吸纳的股份来的 好 谢谢Jason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节回来 仍然都是即场教路之 有问必答环节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给我们 电话就是2804-6566 又或者伸电邮给我们 看到恒指最新升302点 去到20635点 升了1.49% 另外 旗指方面升270点 高水10点 暂时去到20652点 国企指数方面 升260点 升2.32% 最新报11514点 另外 内地股市表现 现在三大指数都是向上升 三大指数升幅 介乎1.83% 至到2.23% 上升综合指数 升41点 报2309点 下一节再和大家见面 下期待